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买幅猎兔 从前有个人想打猎,可又不认识狐 别人指着野鸭对他说是狐 他便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 第二天,他带上野鸭就出了门 发现一只兔子正要逃 这个人使足了劲 把那只又肥又大的野鸭扔到了半空中 野鸭不会飞,像块石头一样 重重地掉在了地上 疼得他呱呱呱直叫 这个人跑上前去 抓起野鸭连忙又把野鸭扔向半空 比第一回还要高 野鸭仍不会飞,又沉重地摔落在地上 就这样一直扔了三四回 野鸭被摔得半死不活 忽然从地上站起来 用人的话说 我是野鸭子呀 你为什么把我这样扔到天上又摔在地下 杀了我吃我的肉 是你们人类的权利呀 这个人顿时傻了眼 把福当作狐 硬要他飞起来去抓兔子 违背了客观规律 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然而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还是屡见不鲜 岂不可悲